大家好,我是曹玉婷医师 接种疫苗可以减少确诊后的重症风险与相关并发症 为了保障孩子们的健康 建议6个月至5岁的小朋友进医师评估后进行疫苗接种 家长可以带小朋友至合约医疗院所进行接种 建议接种两剂且两次接种的时间要间隔4到8周以上 提醒各位家长,如果小朋友曾经感染COVID-19 短期内再次感染的风险会降低 建议自发病日或确诊日起 至少间隔3个月再接种COVID-19疫苗 勤洗手,戴口罩,持续落实防疫好习惯 守护家中宝贝健康 分享成功的经验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 那一种满载而归的感觉是令人很兴奋的 富裕人生,邀请您一同加入硬料华尔街 大家好,欢迎再次收看硬料华尔街 那今天台北股市呢 还是受到这个军演的影响 所以在这个裴洛西确定要来台湾之前 我就跟各位讲了 目前来讲的动作呢 就是说尽量不要去增加持股 因为这个军演一定会对台湾股市会有一些影响 那影响到什么时候会结束? 我讲了必须要看每天美中台三方的一些动作 我们来判断 这个影响的一个变化会是怎么样 慢慢的会分析给大家听 那以今天目前来看的话就是说 国安基金它绝对有在低档去做一个稳盘的动作 这一次台海危机跟1995年台海危机 唯一不同的地方就在于说 当时没有所谓的国安基金 现在有国安基金 那目前看起来的话就是说 在下沙过程里面你会发现就是有一只手 会去做一个支撑 那我认为这个对于多方来讲它是一个好的事情 但是你不能够只户这些大的圈子股 你小的就放它跌 你应该要调整一下 就是说有量的有一些小型的个股 中小型个股只要有量的 你应该也是要纳入所谓的这个 户盘的一个标的 你这样子的话呢 才有办法把整个盘面的一个信心给它稳住 否则你现阶段指户台积电 我跟各位讲 其他股票你放到跌 那大家一样是没有信心嘛 对不对 那量有可能还会再说 所以面对这个盘司来讲的话 国安基金有撑是好事 但是我讲你不能够只户大的 你户大的话 其他小支的 他可能怎么样 就没有什么一个买器 那对于很多这个做股票的人来讲 也不是好的事情 所以总结来讲就是说 这一次的均演对台北股市的这个影响 它是现在进行当中 对不对 我昨天我已经跟大家讲了 就算美国股市大涨 台北股市呢也不会大涨 那你看一下昨天美国股市是不是大涨 对吧 那今天台北股市有没有大涨 其实没有 为什么 就是因为均演的一个影响 在慢慢的这个 让投资人却步当中 因为坦白来讲 没事就没事 这一旦有事插阳走火 那可能问题会很大 不过 我今天我要跟各位讲一些 比较正面的消息 就是说 以目前这个资讯传进来来讲 这个 美国有似乎在 在所谓的示弱的一个态势 他试图要把这个事情来做降温 我讲的 培洛西来台湾 对台湾来讲根本是没有帮助 这些人喊说什么民主价值 我觉得很好笑 但是说 难道他来的台湾的民主价值会更好吗 然后他不来台湾就没有民主价值 根本就胡扯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 他来的情况之下根本没有什么好处 甚至连拜登他自己本身 跟美国的这个军方都不认同他要来 但他只是要来嘛 来了之后呢走了 走了之后呢留下一堆 是什么 台湾很多 企业 跟这些 大陆的出口关系比较高的 这些商人 插屁股 那我们台湾股民呢也是受到伤害 所以美国现在的态度非常的 一个 曖昧 他也不敢说 支持佩洛西的行动 所以他马上呢在一些动作上 就做了一些改变 什么改变呢 来各位你看一下 他现在呢就是说 把这个所谓的 台湾法案 如果他没有来 台湾法案接下来 台湾政策法案是接下来 会在参议院直接做审理 做通过 这个其实通过的话 对台湾的民主价值 对台湾的经济 对台湾的半导体来讲 对台湾的文化交流来讲 应该是更大的帮助 结果现在佩洛西一来 拜登怎么样 他必须要去跟中国示好 你不要看美国好像看起来很强硬 他为什么要试图 他为什么要试图去做降温 他一佩洛西一来 拜登就赶快去游说民主党 要怎么样 赶快把台湾政策法案延期 我跟各位讲 这个对台湾来讲才是真正重要的 不是佩洛西来一来 台湾自由 台湾就会更好 懂我意思吗 这个才是 对台湾来讲是真正有帮助的 可是现在他一来呢 马上延期 这一延期可能就不了了之了 为什么美国的态度 他现阶段他不敢去 去明着 跟中国来对抗 各位你不要忘了 乌俄战争还在打 乌俄战争其实背后 就是怎么样 美国在提供大量的 这个军援给乌克兰去做打仗 那如果现在因为台海问题 美国在明着跟中国对抗的话 美国是一打二 一个对抗全球 两大的一个国家 中国跟俄罗斯一定会联手 然后呢 你再加上中东这些伊朗 等等其他一些反美的国家 加起来的话 中东这些反美国家 他就有办法去牵制欧洲 对不对 那美国一打二打得一吗 这是美国高层 军方他在思考的问题 所以为什么 裴洛西一走之后 其实白宫也很紧张 你懂我意思吗 因为感觉中国这一次 真的非常非常强硬 你看他这次的军演 把台湾包围起来 我们现在不是怕说 这一次的军演 对不对 这次军演到礼拜天就结束了 我们现在是怕说什么 这一次军演过后 整个共军对台湾 所谓的台湾中线的定义 他要不要去遵守的问题 你现在你看到这个六位区域 他早就跨越台湾中线了嘛 海峡中线 如果共军未来都不承认的话 那我只能跟你讲 共激老台 对不对 以后呢 三不五十你就看到 中国的飞机在沿海飞来飞去 因为对他们来讲 这次军演完之后 如果未来他们都不遵守的话 根本没有所谓的海峡中线 那国军怎么办 对不对 每次中共飞机飞过来的时候 我们就要升空 刚刚对峙 对峙久了 会不会有几次突然之间就插枪走火 这要思考的问题 所以我讲的他来根本 以做股票人的心态来讲 对股市没有帮助 对台湾安全来讲也没有帮助 对不对 所以这个影响我跟各位讲 他是深远 我们怕是怕说接下来呢 重点是接下来 不是这次军演 是军演之后 整个共军 对台湾海峡中线的一个 定义上的认同 他要不要去遵守 如果不遵守 以后就没有所谓海峡中线 那我们就常常三不五十 就会受到所谓的这个武力威胁 所以为什么美方 在这边要做示弱 那你说美国紧不紧张 我跟各位讲 美国偷偷在台湾附近 都派出了侦察机 他就要勤收这一次 中共演习的一些军力的展现 后面再对一个 再做一个应对的政策 那我坦白跟各位讲 美国人你看乌克兰也知道 如果真的打起来的话 顶多啦 就是提供一些军援给你 那你说会不会真的派来打 或许海上射一些飞弹 你真的要美国人 缴获进来去打中国 他们美国人也不会牺牲 所以最后我跟各位讲 还是要靠自己 所以很多人在这边 很开心 怎么样怎么样 我是觉得没有必要 因为 你最后以冷静理性的态度来看的话 对于台湾的一个经济 对于台湾未来的一个发展来讲 它不是好事 因为一旦 中国不承认海峡中线的时候 我们的问题才是更加的麻烦 更加的麻烦 那其实媒体有在讲 如果把台湾整个封锁起来的话 台湾的天然气 对不对 大概一个礼拜 就 就怎么样 就开始缺乏了嘛 那 现在台湾的火力发电 大概还占了七八成 没有天然气 那用什么发电 这发电量会不会不足 那没有电的时候 大家要开始叫 对不对 所以我跟各位讲 这问题是很深远的 所以对股市来讲 我说现阶段我们宁愿怎么样 先观望就好 不要去买新的股票 手上的持股 找机会 能够换现金的 我们就先换点现金回来 这样子做我觉得 等什么 等真的整个市场 反映完之后 就真的没事了之后 我们再来动作 那你说像今天这种盘 这个很明显就是 跌到这里 国安基金进场 那这是真的买盘 这是外资真心真意要去买台股 不是嘛 这个台北股市要涨 有两大非常大的一个力量 第一个是外资 外资要认同 第二个是内资的心态 内资看在这个 军演在持续的情况之下 你觉得 他就算要拉股票 他会拉的 比较长吗 他一定是拉一小段 有赚他就跑 这样子的话他反而怎么样 反而就不利市场 多方去做一个操作 所以今天来讲的话 你说 军演开始了 对不对 军演前杀 杀完之后开始涨 拉抬 那这个完全没有影响了 我不这样认为 我觉得这个影响 还在持续当中 所以现阶段来讲 有一些 再好的股票 遇到这种情况 都没有办法 那与其这样 我觉得 有一些基欧股 我们就先锁定住 好的股票先锁定住 等到这个事件干扰 告一个段落之后 好 我们再来动作 那最好的情况就是说 这一次军演完之后 老共就没有下一步的动作 这是最好的 那他没有下一步的动作 美国一定要有个失落的动作 对不对 美国 他们就会把他这个事件 可能就是 如果说是把他 用媒体的方式 然后把他渲染成 只是裴洛西个人的行为 跟美国没有关系的话 是裴洛西执意要去的话 这个风向只要转过来的话 那我相信 台海这个问题 就会开始 慢慢有一个降温的一个态势 因为现在的情况看起来 整个中国一些 中国的媒体 他所呈现出来 他所报道出来的 好像也开始慢慢的转往 只攻击裴洛西个人 说这个 他的民主 裴洛西式的民主 有没有注意到 昨天外交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 他讲了一句话 就说裴洛西式的民主 是 一个 充满狮子的袍子 就说这个衣服他自己披的 懂我意思吗 所以他现在有慢慢把它戴向 这个裴洛西个人的行为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大家呢 中美之间 中美台三方之间 都有台阶可以想 因为他个人的行为 你国际有人来 那我台湾总统当然是欢迎 那不能欢迎 对不对 所以这个目前来讲的话 后面的影响有多深远 我只能跟各位讲 目前来讲还看不出来 会不会有类似这个所谓的 之前台海危机的时候 对股市的影响 这段的深远 会不会有 目前来讲 我们还在持续观察当中 但是以今天进来的资讯来看的话 就是说 美国有开始做降温 这是好的事情 那中国当然是很积极的 准备做一些各种动作 比如说像金门 也首都发现 这个无人机在做侵劳 对不对 这其实蛮麻烦的 如果说 你睡到一半 一堆中国的无人机飞到金门 然后把重要的军方的设置给炸 那怎么办 对不对 所以这个是蛮危险的一个讯号 那中国现在一定会出各种的阴招 就是你可能都是你想不到的 那我们现在最怕就是说 这个海峡中线的问题 如果未来不遵守的话 对不对 那是不是更加的一个疑惑 那另外再来说 现阶段呢 可以发现到这几天 中国 他也采取了网工 包括 这个 昨天有看到 这个南投还是 哪个地方 看板上 有出现一些 这个陆骂 裴洛西的一些字眼 这个也是被中国骇客给害的 那总统股 也传出来 这个好像有被骇客侵入 那今天来讲的是淘基 也被骇客做侵入 所以 以单单这些的事件来看的话 均演的情况之下 你说 要硬去找 台北股是有受惠的个股的话 我个人觉得 在整个相关的 资安概念股的部分 这是可以短打的 资安概念股 因为如果过几天 你会发现这个 三不五十政府部门的这个网路 一直被 所谓的骇客攻击的话 那资安概念股的价值 就会被体现出来 因为这个是短线上 唯一 在这一次 台海危机当中 受威胁的情况之下 可以受惠的一个族群方向 所以资安概念股的部分 其实我有锁定住几檔股票 那有兴趣的 观众朋友 也欢迎你们打掉进来 来做询问 我有锁定住几檔股票 那今天来看的话 就说有加温的一个情况 可是呢 市场还没有完全注意到 那 我会观察 就说如果整个市场的气氛 开始转进这资安相关的股票的时候 就资金有进来 我们再来买 那资金没有进来呢 那就先不要乱买 因为这个来讲的话 应该只是说是短线 因为这个所谓的均言的关系 整个中国网路駭客入侵的关系 它会受惠的方向 那如果资金没有往这里走 我们就不要进去 但是呢 如果资金一进来 那这些股票我跟各位讲 因为这些股票平常没什么成交量 资金一旦进来的情况之下 它一定会拉个几根 这是可以注意的一个方向 资安概念股的部分 我有准备几檔 我今天不在节目上秀出来 那会员朋友你们安心 就是说我认为 适当时机可以的时候 适当时机可以的时候 我会进场 那我一定要确认就是说 这个题材是 市场有共鸣的时候 我们再来做 那怎么判断有共鸣的时候 当然我有我的方法 我一定会领先的去掌握到 就是这些资金后面要开始大局拉抬的时候 我们先进场做一个布局的动作 所以个人认为说 在资安概念股这个区块 是目前整个盘式上来讲 接下来演变过程里面 应该是可以受到资金青睐的一个方向 那这个里面呢 我会锁定一些相关的股票 那至于其他的相关的个股呢 我跟各位讲 比如说台积电连电也好 台积电现在不要跌就不错了 那其他的个股来讲 我跟各位讲 这地雷正在引爆当中 因为谭论器离开之后 大陆现在的武力威胁才真正开始 今天中午的部分 他们已经开始准备做演习了 那后面 他要达到的是什么 他一定会达到就是说 嚇嚇你们这些台湾人 他一定会达到这个目的 那这个目的他用什么方式 我们无从得知 希望就是不要对台湾本岛 还有台湾的这个外岛造成太大的一个冲击 那最有可能的方式是说 飞弹可能直接飞越中央山脉 就直接从江西这个地方全部打出来 直接从江西这个地方飞越台湾本岛 然后落入到东部的外海 这目前来讲是 威胁力来讲是最大的 因为他在飞的过程里面 我们不知道他会什么时候掉下来 所以这时候国军就要鎖定住 一旦他偏离的轨道 那所谓的这个爱国者飞弹就要上去了 但是你爱国者飞弹上去的时候 把它击落了 那后面的问题 后面又更大 所以这个问题很麻烦 这不是绝对大家 来了口号喊一喊 然后台湾就更有民主价值 他没有来我们台湾本来就是有民主价值 我们台湾本来就很自由 现在不是我们去怕这个东西 我跟各位讲 以前人在练武功的时候 为什么讲求武德 你练武是为了要防放别人去攻击你 你练武的人不会主动去攻击别人 那我们今天也是一样的道理 如果真的打起来 我跟各位讲我们也不怕战 对不对 该打还是要打 但是没有必要的事情 我们干嘛去惹得一身心呢 你懂我这个意思吗 他今天来了 如果说他是刚上任的议长 他会认起来很久 对不对 那他来 搞不好后面很多法案 他会帮我们 你现在是 你要卸任的 你来当毕业旅行 走一走 走了之后呢 丢了一堆问题下来 对不对 倒霉是谁 倒霉还是我们 所以这个问题来讲 我跟各位讲 初期阶段危险都还没结束 今天台北股市 国安基金有在里面 我觉得很好 但是 国安基金 你也知道 他只会户不会拉 否则昨天美股大涨200多点 盗雄400多点 对不对 你看盗雄涨了那么多 我们有没有涨 盗雄涨400多点 对吧 那12涨300多点 照理来讲 我们应该要跟着大涨 你看昨天的这个ADR的部分 台积电连电ADR 友达日光ADR 全部都大涨 对不对 照理来讲 我们也要跟着大涨 但是为什么 我们今天的走势是这样子 其实答案已经很明显了 所以我说这个影响还在持续当中 还在持续的情况之下 我讲了 我会冒然的带 会没有去买新的股票 因为 如果有买错的话 你现金越来越少 那不就遭殃了吗 对不对 那真的跌下来的 又是一个灾难的开始 所以短线上来讲 先等个几天 军演完之后 我们再看一下整个美国 对不对 也不对这件事情做一些评论 这个才是真正台湾受到伤害的地方 所以台股的影响我跟各位讲 还是非常深远 短线上来讲 先不要照进 先不要照进 宁可看完再说 看完再说 等到很多股票跌下来的时候 那一定是一个新的机会点 对不对 因为整个威胁结束之后 你可以看到就是说 像台海维京那时候一样 整个威胁结束之后 台北股市是真正的 有一个大多头的好景 我觉得真正的 要去掌握 今年财富大翻升的时候 应该就在这个时间点 所以现阶段来讲的话 不要去看盘面一些波动 什么股票涨一点点 你就会有点 想要手痒又进去 先稍微忍耐一下 因为这些股票坦白来讲 在这种威胁的情况之下 是走不远的 是走不远的 所以要特别特别的注意 那我个人认为 裴洛西来台湾呢 他可能只是要让整个 美国的这个晶片法案 更加的合理化 去巩固它 为什么 因为下一台海危机 起来的时候 美国原本 这个不认同晶片法案的 现在也改变他的立场 所以下个礼拜拜 拜登就要签署 裴洛西的动作 坦白来讲 裴洛西在晶片法案通过之前 他就买了一大堆 这个NVIDIA股票 他就买了很多跟晶片相关的股票 所以他来台湾 我也不知道怎么讲 你说有一些人说他为了台湾 我个人认为他是为了他自己 为了这个晶片法案的部分 所以 我觉得他来 对我们来讲是没有什么帮助 我坦白跟各位讲 我的观点跟别人绝对是不一样 因为现在所看到的 你所 我们所受到的伤害 都是因为这个事件所造成的 否则昨天美国股市大涨的话 我们早就该跟着一起涨了 对不对 那现在这个影响已经造成了 那我们就只能够怎么样 找方法找策略来应对 把这个災害 减损到最少 所以今天我跟各位讲 我一样不建议大家冒然去增加持股 但是 在这个交易过程里面 短线上资安概念股 我个人认为 会是一个短打的一个机会 那目前来讲 短打的这个资安概念股呢 我有锁定住 那这个里面 我要找接下最有机会的股票 一旦资金开始启动的话 我们就会全力锁定 这个资安相关的概念股 因为 中共在文工武嚇的这个初期阶段 除了军演之外 另外一个呢 他一定会派大量的中国的骇客 去攻击 台湾相关的这个 重要的一些机构的这个网路 那这个里面的话 资安概念股的这个角色 他就被凸显出来 被凸显出来的情况下 他就会有机会 所以短线要短打的 我跟各位讲 把电话拨通 我直接跟大家做分享 祝大家操作顺利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本公司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讯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全球的情势正在大转变 你准备好了吗 小资翻转188专案 帮您翻转您的人生 您的财富 翻转专线02-8511-3366 02-8511-3366 投资这条路是孤独的 投资这条道路是辛苦的 尽心思考 二十年来坚守专业与热忱 似乎不够 总想着能为投资者多做些什么 你们就是我们的支柱 你们就是我们的动力 用心去关心每一个股市投资者 頂业投顾全心照顾 02-8511-3366 帮您避开投资陷阱 至盛关键 顶业专业操盘团队为您掌握 顶业投资 02-8511-3366 全球的情势正在大转变 你准备好了吗 小资翻转188专案 帮您翻转您的人生 您的财富 翻转专线02-8511-3366 02-8511-3366 相信从顶业开始 我们是一群共同追求股市决胜大师级的赢 研究团队 从实战中克服人性并战胜主力 我们不断地超越自己 也协助您实践梦想 相信从顶业开始 我们希望复制一个又一个成功者的故事 而每一个成功者都有一个开始 相信我们的专业相信自己 您就能找到成功的道路 相信专线02-8511-3366 8511-3366 顶业投顾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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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发生车祸时可申请保险金 若对方为投保或肇事逃逸 可向汽车交通事故特别补偿基金申请补偿金 车祸当事人席之 调解坚定与补偿 内政部警证数关心您